以前覺得勇氣這件事 應該隨著年齡增長會消失 對不起 有淡 最喜歡的童話故事是糖果屋 是否叫糖果屋 喜歡那種 好像跟現實世界相似的殘酷 我會很喜歡病 我想要有超能力或魔法 科技太發達 所有東西都變得太複雜了 如果你不去離群 就變得沒那麼多跟自己相處的時間 你外面的生活那麼多姿多彩 又怎會留意自己內心 究竟想如何呢 在台灣住的三年 我就覺得自己很無法融入 因為始終那邊的文化 或是說話 我很難表達到最內心的自己 很壓抑 我媽媽是很擔心我 很擔心我自己無法照顧自己 當時我自己其實銀行也不是很多錢 我拿了一大半出來跟她說 我這裡的錢給你 代表我生活都OK 她就說好吧你就去吧 其實我去到那邊是 不知道一萬元 我現在都想起 覺得那時自己很瘋 一開始跟她一起住 本來想著上下層 想著有個照影 豈有自己跟我說叫我住遠一點 經過了前陣子 有一次有些情緒問題 又看心理輔導 那一期之前 我就很徬徨 做些什麼都覺得自己很差 不要再忍耐 不管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說話會不會得罪人 你才表達你自己 這樣就開始會慢慢改變自己的性格 或者不夠自信的一面 其實你是不是都要解決它 如果不是 其實你的挫折永遠都會不停重演 那就及了治療 總之 自己的心 堅定 OK 因為我比較懶 我很怕要交代很多事 我就會覺得算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故事 拍攝的東西 其實我本來不是打算給別人看 想自己開心自己爽 真的沒想過原來 因為其他外來的因素 去騷擾到自己的想法 反正後果或怎樣都好 衝過來的時候 總有解決方法 其實勇氣永遠都在心裡 不知道怎麼拍到一支咪 抱歉 還不容易 這件衣服 都會帶來 只會為你 找到剩一事 自然